公告實施禁止卡限制卡清單與技能再次平衡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那我們眾所期待的禁限值卡表終於又做一個更新了 我昨天在錄原本我今天要發的影片是關於 ARK5事件前的準備 包含新世界會遇到的傳送門角色 或者是我們的UR券跟SR券 還有會送的一些卡片的介紹 然後再簡單複習一下擺檔 結果今天就公告 昨天在那部影片還在講說今天很有可能會公告 結果就公告了笑死 對那這次的禁限值卡表 跟KC杯的結束是有百分之百絕對的關係 在KC杯常用的一些主流牌基本上都被砍爆了 那卡片沒有砍技能也是死得很慘 對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來看 好那目前的環境的主流基本上 擬聲 神音 然後 電子龍 TG 跟我們的雷龍 基本上都有躺 對都有中 對所以這次的卡 就算沒有砍他的卡片 他也是砍他技能也是砍得蠻兇的 那我們就來看吧 首先是限一卡片 是我們的EM族呼喚 這個是預防性的砍 因為我們即將要推出擺盪 那有史的牌就是利用EM族 娛樂小夥伴 對 然後他就把這張砍 那他砍的原因是 原先要預定要新增EM卡牌 但可能隨之產生因此造成決鬥停滯不動的情況 所以予以限制 因為這張卡可以在對 讓對手的攻擊宣言 的時候他可以 讓他無效 那就會拖時間 然後又可以從牌組再拉兩隻EM族的怪獸 哇 好 那接著是砍 哇電子龍 我真的覺得電子龍不知道 到底是砍了幾刀啊 電子龍五刀有了吧 從電子是奧義被砍 然後 電子 那個人工腦殘被砍 然後人工腦殘融合被砍 腦殘支援被砍 然後腦殘 溢出被砍 對都被限二 然後接著直接砍電子負債融合 電子龍確定死去了 連電子負債融合都被砍了 那就代表 支援溢出跟負債融合 只能各 只能放兩張 對那你玩屁啊 笑死 對 然後他的技能也砍了 大家看就知道了 然後萬華鏡被限二 因為萬華鏡是神鷹的第一刀 對那 他說為限制神鷹牌組中 可使用的限制二卡牌的數量 所以予以限制 簡單來講就是 讓你不要跟 狡猾一起放 對 好 然後孤高除瘦 那是雷龍 那有那個 玄化有一點躺槍 是因為 玄化也會用孤高除瘦 對然後 又風箏技能剛好有顯二 所以現在 玄化可能 有點困難是 孤高除瘦跟風箏技能不能一起放 由於雷龍牌組長期受玩家喜愛 已造成環境僵化 只要什麼東西講僵化 他就有砍他的理由 哇操 固對可能造成這種局面予以限制 好 那第三個叫做無底線坑 這個是UR卡 被限三的 所以現在的UR限三的卡越來越多了 所以那種太強的UR卡 又是造成不利於官方推動的UR卡 都很有可能被丟到限三的卡 雖然此卡長期受玩家愛用 但由於可被 令 決鬥停滯不動的戰術 為了維持決鬥結束 故意以限制 對像有時候你 無底線坑蓋起來 然後把對方的 台面都蓋滿 對方沒辦法升招 沒辦法解放 那你就是 等他抽乾 所以無底線坑 其實蠻靠杯的 對 那目前限三的卡比較有名的就是 宇宙旋風 對 所以 還看不出有什麼 太大的這個變化了 好 那不在清單上的是 我們的亞馬遜的集息 所以亞馬遜已經完全解封 沒有 我安老兄的劍勢還沒解 就是那個 去PONCE的那張還沒解 那通往寶箭的通道也解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 卡片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技能 技能裡面 有分 強化的跟削弱的 強化的有 三個 四個 第一個是 最兇 最兇 最兇惡的 諧星英雄 然後 ZR武器 跟銀河光子 跟機械之城 這四個主要都是 加強的 就是打 這個 諧星英雄的 還有 這個 希望皇的 跟 光子龍的 跟 那個 那個 那張 雞皇帝的 好 那削弱的 大家都可以想像 女生直接被削弱 幹女生被削弱 跟白癡一樣 笑死 然後電子式奧義 不知道砍第幾次 電子式奧義 可能真的有砍到四次喔 對 從原本的 三隻 直接跳三隻 然後 沒有限制他可以拿來幹嘛 後來改為 只能拿來融合 然後後來改為 一定要兩千點以上 對 然後 接著又再砍一刀 對 然後 惡魔共鳴跟龍騎士之路 也都 削弱 然後放置三角加速也削弱 然後無限陷阱地獄也削弱 英雄閃光 也削弱 所以削弱的話 主要影響到的 女生就是打 那個嘛 R4或R6超量 電子式奧義就是電子龍 惡魔共鳴跟龍騎士就是 蓋亞跟 塔瑪西 那放置三角加速就是TG 無限陷阱地獄就是 各個 愛用陷阱牌的牌 英雄閃光 其實英雄閃光應該還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這麼care 因為 K色最討厭的就是 有點拖的牌 那英雄閃光的 本質已經變成有一點像打 這個 自閉的感覺了 所以他就會把他砍掉 好那我們就來看囉 好 那首先 最兇惡的 諧星英雄 他的改法是 在決鬥開始時 將兩張 E Hero 惡毒的刀刃 和一張AI融合加入手牌 然後將一張 E Hero 惡毒的惡魔 加入到我方 牌組 那此外 當我方上有霸王生存在時 在決鬥中可以 使用以下各種效果 每種效果僅可以使用一次 對 第一個效果是 將我方手牌的 E Hero 惡毒的刀刃 返回到牌組 從牌組 將一張 等級6以下 惡魔族怪獸 加入手牌 如果是E Hero 怪獸可以 無視等級 加入手牌 然後接著是 從手牌 將一張 惡魔族怪獸 返回到牌組 令牌組的等級 合計為7以上 並從牌組中 將一張惡毒的刀刃 加入手牌 就是 新增跟霸王層 可以做 搭配使用 然後讓他用得更靈活 這個就是 他增強的部分 那E Hero 他改變的部分 是他原本有 限定那個 ZW的怪獸 只有少數幾隻 然後他有在新增 幾隻進來 銀河光子的部分 是 從手牌 將一張銀河 怪獸或 光子怪獸 返回到牌組 那從牌組 將一張銀河 魔法陷阱 或光子魔法陷阱 加入手牌 此技能 只能在我方 牌組 和額外牌組中的 怪獸 僅有光屬性 及Number怪獸 才可以使用 每次決鬥中 只能使用一次 那增強的部分 應該是 主要 增加的部分 是 把光屬性的範圍 變成 Number怪獸 也就是 應該就是 譬如說 我可以 不放光屬性 但是他卻是 Number怪獸 就可以了 對 譬如說像大罪豬 應該就可以放 我猜的應該是這樣 好 那機械之城 將我方手牌的一張 機皇怪地 返回一隻牌組 並從 牌組外 將一張機皇層 加入手牌 那 此技能在每個回合中 只能使用一次 決鬥中使用兩次 就是 點鎖機皇層的一個方式 那因為之前本來就沒什麼人在用 所以 還好 那女生被砍成白癡 我會笑死 可以在第三回合 要在第三回合才能用 將手牌中的一張 刷拉拉 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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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 的怪獸 返回到牌組 並從牌組 將一張 刷拉拉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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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 加入手牌 那這個 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如果在玩家設置 滿足以下的決鬥開始 只是可以使用 那決鬥中只能使用一次 就是 原本兩次改為一次 而且要在第三回合後使用 然後牌組中要有12張以上的刷拉拉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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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怪獸才可以 然後額外牌組中 一定要有兩張霍普超量怪獸 且沒有除了Number或ZW以外 階級以外的階級5以上的怪獸存在史 變超難 對你要先塞12張相關的那個女生的牌 然後裡面又要放霍普 然後 又要有ZW或Number 根本就是完全變成有馬自己的技能了啦 所以正式宣告 女生這個技能 已經應該是 除了你要玩魂應該不會有人來玩了 電子是奧義 當我方生命值降至2000點以下可以使用 當生命值低於4000點後 每減少1000點 可從手牌或牌組 最多一隻電子龍 將其攻擊力變為0 以攻擊表示送入場上 在下一個對手結護之前 我方只能特殊召喚電子終結龍 你被綁定 只能召喚電子終結龍 所以你不可以叫 暴走龍 你也可以不可以叫那個雙頭龍 哇操 怎麼玩啊 那透過此技能送入場上的電子龍 無法被釋放 只要該怪獸以表測存在場上 則我方無法特殊召喚除融合怪獸以外的怪獸 那只能用融合怪獸進行攻擊 就是把你的融合的東西都把它綁死 惡魔共鳴 從手牌將一張共鳴者返回到牌組 從牌組將一張等級4以下的怪獸加入手牌 那他改動的主要的是後面這個地方 在額外牌組中有暗紅惡魔龍 和 紅蓮猩猩龍存在 且沒有除 龍族暗屬性或惡魔族同步怪獸以外的怪獸 他多了一個條件就是 你一定要有 這個暗紅惡魔龍 還有紅蓮猩猩龍 而且不可以有 其他以外的怪 龍族暗屬性或惡魔族同步以外的怪獸 對 但是其實多了這個我覺得還好 而且他是從牌組將一張等級4以下的怪獸加入手牌 我怎麼感覺好像 也蠻強的 之前我記得有限定一定要是 等級4以下的惡魔族 現在直接變等級4以下的怪獸 但是綁你的額外一定要放暗紅惡魔龍 和紅蓮猩猩龍 但有些人真的會放 像我就會放一張暗紅惡魔龍 所以這到底是變強還變弱 成為龍騎士之路 那成為龍騎士之路主要改動的地方是 看起來是 將手牌中的一隻怪獸返回到牌組 對 所以之前好像是不用怪獸 好像是只要是一張卡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發動條件就變得比較困難了 因為 因為變成說如果你手上的怪獸已經很少了 那你這時候再返回牌組 然後你 要再湊出那個 就有點困難了 就讓你的龍騎士 比較不容易出來 放置三角加速 在決鬥開始時 我方 他會放置 擊砲手 力刃手 力量角鬥士 跟魔術師 跟蜻蜓 各一張 在我方同步召喚 兩隻以上的 TG同步怪獸的回合 可以使用 從手牌 中的一張 TG卡牌 返回到牌組 並從我方額外牌組中將一張TG送 蜻蜓送到場上 所以以前的蜻蜓是可以直接送到場上的 現在多了一張要先返回到 這個 牌組中才可以 好 無限陷阱地獄 之前是直接撿目的的 把三張 一張陷阱卡返回 然後直接撿目的的 現在變成要 撿完之後還要返回一張到手牌 這 真的是很鳥 就是越改越 越改越 越改越難用了 最後英雄賞光 英雄賞光 我覺得用的人不多啦 而且他主要是設定說 決鬥牌組要全部設定為 Hero怪獸 且有四種以上的Hero 通常怪獸才可以使用 所以有一些人會拿英雄賞光來打自閉 就沒辦法用 所以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鏡線子卡表的 解析 包含技能 那我個人覺得 女生完全完蛋了 然後 電子龍也掛了 那唯一看起來比較沒事的 應該是雷龍 跟神鷹這兩個 對 所以大家的看法是怎麼樣呢 我個人也是蠻舒服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啦 我要來去吃拉麵啦 我今天晚上看 還是要來兩陣子 感谢观看